最强的锚与最强的盾 这次终于分出胜负了 李子佳距离刺传奈良刚攻大的盾就差一点点 可惜对手太能磨了 最后磨到李子佳体能崩溃 就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首轮对决当中 李子佳与奈良刚攻大打出了一场经典的攻防大战 随着奈良这一个滚网运气球之后 二十比十七 奈良拿到了三个局点 但是接下来好戏才刚刚开始 那么他这边就要在自己发挥出进攻优势当中呢 控制好十五 李子佳这两个判断没有问题 奈良连去两个球出了边界 这样李子佳就连追了三个局点打平 悬念又有了 李子佳往前做了一个停顿的假动作 晃了一下奈良 这样他就就回了第四个局点 这次李子佳判断出现了失误 太不应该了 奈良进攻的这边是逆风 球的轨迹受到了一些影响 对李子佳的判断也有一定的干扰 这次没有问题 奈良还想重来一遍 这次明显出界了 李子佳就回了第五个局点 又是一个平推的假动作放网 李子佳搏到了一个杀球机会 二十三比二十三平 李子佳已经连续就了六个局点了 好球 又是李子佳的一个判断失误 这种逆风球很容易吹进来 李子佳确实不应该放的 好球 李子佳快速推了奈良的反手 连就了七个局点再次打平 第一局比赛就打得异常激烈 最后奈良这个发球 偷后场战术非常成功 李子佳回球不到位 奈良连续两拍杀球之后 这才以二十六比二十四 惊险拿下第一局 对于李子佳来说 这一局没能拿下就非常可惜 接下来就只有放手一搏了 第二局李子佳没有了退步 用尽全力开始疯狂提速 直接就击穿了奈良的防守 这样带着五分的领先进入技术暂停 他的进攻优势还是很明显 这时候奈良已经被杀得没有抵抗了 局末阶段分差拉开到了九分 这一局基本没有了悬念 最后这一球奈良也直接放弃了 看看还能不能支撑得高强度的进攻 李子佳又回到了顺锋侧 进攻还是要注意 很容易杀出界外 好球 又是出了底线 风箱的影响一直干扰着李子佳 这个开局有些被动了 戒内 李子佳在这一次的判断太吃亏了 好几个这种球被吹了进来 这种底线球还是不要轻易放 这样奈良刚攻打就打出了5比0的梦幻开局 很显然来到决胜区之后 奈良刚攻打 做好了充足的打拉掉的准备 就是要慢慢消耗李子佳 不让李子佳的进攻打出来 好几个打建设 好几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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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量的策略一直在控制往前 然后在寻找机会打反击 分叉还在进一步拉大 往前球并不是李子佳的强项 如果要这样拼下去的话 李子佳会很吃亏 要想办法打出自己的节奏 好球 最后奈良还是带着6分的优势交换场地 接下来李子佳要回到逆风策 对他的进攻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现在分叉有点大了 而且奈良将比赛节奏掌控得非常好 李子佳要想追上去并非易事 随着奈良又是一个滚网运气球之后 分差已经来到了10分 对风向的把控不准确 这也是他这次输求的真正原因 这次输求是一个滚网运气球之后 是一个滚网运气球之后